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他这个业还是有 因果还是要报 那他去了净土以后 这个业怎么去收报呢 他是有业力 你知道吗 净土里面有一个接引 比如说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 净土里面你会有怪世仪菩萨 或者很多菩萨 或者阿弥陀佛来接引 你知道怎么接引吗 接引的时候他用佛光来接引 知道吧 当你进入他那种光明里面 你知道能消什么吗 接引就已经消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是那个 你一个他那个光人为一气 就是他一接引 你几乎你所有的业力 已经在那光明里面化掉了 就见了外力嘛 所以净土到最后说是秘法嘛 他们说 因为钟英生这一块他不讲 怎么接引 接引很厉害 他不是直接就过去了 就没有钟英生 我先一下接引 有接引吗 你往生的时候 你阿弥陀佛过来接引 嗯 跟佛光合一嘛 对 那他还不是还有说是九品 是吧 就那种什么上品上升 下品下升 如果是最下品下升 众生去极乐世界 比如说按正常的 他会化身在莲花里面 对对对 他包里面 但是你知道吗 他写的是一个真空的 好像如果说佛世界 一定要这样讲的话 那众生的星星 写下的是一个中空的 就像一个模拟珠一样 嗯 那么他在极乐世界 对莲花包起来化身的时候 其实他有幻境 那个星象里面有幻境啊 嗯 他会不断的出现幻境 那就幻境的话 还是业力 还是有有时候有业力 对有有业力 就是说比如他会幻境到 所有世界的东西 呃 事情 因为他是呃 就是比如说他在 他已经在莲花里了 但是他在莲花台里面 在他没有那个莲花 没有花开借佛以前 不是叫花开借佛 还包着的时候 他的业力未进 未进的时候 众生就像做梦 知道吗 嗯 在梦境里面 他还会梦到很多不开心的事 很多烦恼的事 或者就是虽然他在极乐世界 但是他在极乐世界 做梦 知道吧 在莲花里做梦 但那个梦境 他有时候还会很恐怖 他觉得好像下地狱了 或者被狼追啊 被老虎咬啊 等等 但是他已经在 那个就是在梦里受爆 有点像那无色界的一些众生 不是 他就是像个 很像我们说婆世界的梦 就是我们一个梦 但是呢 就是说上皮上就是说 你层次越高 这个梦越短 就是刹那之间就花开皆佛了 你就不梦了 低的就是梦四十九天啊 一百天就这样子 就是梦长 梦境长 那他一开了以后 这些业应该就是想 OK 他有没有一些 就是说你净土那里是流学嘛 他有很多像这菩萨 他回来这里再修 嗯 在修的时候 他会不会 以前的业在 在趁愿再来的时候 在 在收这个业 会有缘 会有一些 还是有因缘 有缘 聊缘的 只是极乐世界是说 他消了业以后 他不受苦报 他有乐报 散报的乐报 并不是说他已经成佛了 他还没有最高圆满 在支界上 他很容易成道 在那 因为很容易 我们听佛法 很容易修行 他有乐报 很舒适嘛 很舒服 就要修行 比娑婆自己的舒服 嗯 就这样 因为有人也听 有些在讲讲 也在说 就是说 你真的要是 下品下生 去到那边 你在那里也在说 反而不如在五浊二世里边 可能修得还更快一些 我没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时间上 那是说佛世界人类的看法 我觉得 必须是梦境 而且在极乐世界 就算下皮下着 它在莲花化身 而且很快 它是速度要快 而且有保障 成就有保障 因为你在说佛世界 你可能听不到佛法 可能没有佛出世 但你在极乐世界 是保重有佛在那的 是不是 你可能转身到一个地方 你一生听不到佛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